无锡市1987到1994年土地违法案件情况 摘读无锡市土地制十三 摘阅者把我漂泊 无锡市土地制 无锡市土地制编撰委员会 主编 王云赫 副主编 丁全荣 于今生 于军和 主笔 于军和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6月第一版 第268页书 二 重大案件查处 利益对无锡市郊区 杨明湘青衣村村民委员会 和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无锡公司 非法买卖土地的处理 1984年无锡市郊区 杨明湘青衣村村民委员会 与无锡市住宅统建办公室 系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无锡公司的前身签订协议 青衣村将金行大运河旁 一块面积约13亩 以规划定点面积为准的压费土地 作家20余万元 卖给住宅统建办公室 之后中房无锡公司 圈占了土地 建造了仓库 一直使用至今 1991年5月30日 无锡市土地管理局 根据省市 关于非农业用地清查意见的 有关规定 对这起非法买卖土地案 做如下处理 青衣村村民委员会 与原住宅统建办公室 土地买卖协议无效 则成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交纳一次性土地补偿费 一万元整 则成杨明湘青衣村村民委员会 交纳一次性土地补偿费2000元整 同意中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无锡公司 按规定补办征地手续 第269页书 第2对无锡市京城湾副饰品市场 未经批准圈地17亩的处理 1987年京城湾副饰品市场 未经批准圈地17亩 1988年案发时 已投基建费30多万元 建筑面积达1862平方米 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 对这一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的行为 无锡市土管局采取了坚决措施 决定全部拆除非法建筑1862平方米 出以罚款并申报上级 对主管部门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而后通过新闻媒介 对这一严重违法行为及处理结果公开曝光 公布于众达到处罚疑护教育一片的目的 第3对无锡市郊区望庄乡外下垫村村民委员会 未经批准违法占地建仓库的处罚 1990年10月 无锡市郊区望庄乡外下垫村村民委员会未经批准 擅自圈用本村张相组汉地5.12亩建造仓库堆长 1991年底工程竣工后使用 其行为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9条 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34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4条之规定 无锡市土地管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出以无锡市郊区望庄乡外下垫村 村民委员会罚款2000元 同意按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 有关规定重新办理用地手续 例4.对无锡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 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处理 1992年12月8日以无锡市土管局为甲方 无锡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 为已方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出让给已方位于无锡市人民路 解放东路交叉路口西南角编号8号地块 1080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年限50年用于建造大型商场 综合楼等 出让金额1499.04万元 出让合同签订后 该占于1992年12月2日至1994年11月 仅支付出让金595万元 上有904.04万元出让金未支付 按照出让合同第11条规定 以方在签订合同后60日内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于70日仍未全部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可请求以方赔偿又按照第17条规定 如果以方不能按时支付任何应付款项 从至那之日起 每日按应缴纳费用的千分之二缴纳至那金 无锡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以严重违反出让合同 无锡市土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第6条第14条规定 和该站的情况 经研究作出处理决定 第270页书 无锡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缴纳至那金人民币15万元 限自本处决定1994年11月21日送达后 15日内上脚市土管局 现无锡纺织品采购供应批发站于1994年12月31日前支付出让金904.04万元 逾期不能支付 市土管局将依法解除1992年12月1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出让权合同 第5 对无锡市郊区广义乡游渡村唐桥头村民小组非法买卖集体土地的处罚 1994年1月12日唐桥头村民小组组长王某某在征德游渡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王某某同意后 分别与郭正某、郭正某、安某某签订建房协议 协议约定由唐桥头村民小组提供给郭正某 郭正某、安某某集体土地各158.4平方米建筑房 郭正某、郭正某、郭正某、安某某分别项 唐桥头村民小组交付土地补偿费 协议定立后,他们三人于1994年3月破土洞工建房 县三状别墅室住宅已建置两层 实际建筑占地均为119平方米 无锡市土管局根据群众举报经调查核实后 于1994年6月2日向上述三人下达了 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 郭正某、郭正某和安某某接通知后已停工 被处罚人唐桥头村民小组集 郭正某、郭正某、安某某擅自买卖集体土地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 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 无锡市土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1条 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第41条第二款的规定 决定处罚如下 唐桥头村民小组 郭正某、郭正某和安某某于1994年1月12日 定立的建房协议无效 没收过郑某、郭正某和安某某 在非法受让的集体土地上新建的住房三状 出以唐桥头村民小组罚款3万元 现被处罚人在本行政处罚决定输生效日期 1995年9月6日起 15日内前来无锡市图馆局缴纳